議員 等這些人救回來 我可以單獨跟你論戰 我們不要在這邊那麼多的口水 你在那邊哭哭啼啼的 引神道知名 你在譴責我們政府 搶走我們台灣社會就是不對 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們這個本事 你是中共政協 你才有本事 你沒gass 你是中共政協 你才應該去 只有口水 現在 你發揮你的影響力 你回中共去向中共的高層 去跟他們反映 跟他們計較爭取才對 而不是在這個地方 對 我們政府 對我們社會 好像在各打50大板 說大家放下政治 我們台灣政府 台灣社會 早就放下政治了 所以該談政治去跟中共談 我希望你以中共政協 這麼高階的中共領導人 你好好地去跟中共政府 開導 第二批要撤僑 要包機的方式 我們台灣都壓低姿態 甚至如果讓我們台灣的 醫護人員 能夠去在當地的機場 上機前先做檢測 而且伴隨他們回來 甚至我們台灣社會願意 我們給一些相關的 救急的醫療物資 就比照日本他們去撤僑 人家他們也運一些 這個相關醫護的器材去 所以我們台灣社會 都有這個度量 所以關鍵在中共 如果在我們台灣社會 繼續這麼訴求 訴求所謂人道 我覺得這等於在譴責 我們台灣社會 跟譴責我們台灣政府 其實我們政府跟社會 第一時間早就表達了 所以現在重點是溝通 就是說怎麼樣子能夠讓 第二批以後的 這個武漢的台商 台胞能夠順利的回來 那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建議 因為在第一批的這個溝通當中 好像國民黨 有一個七人小組 在協助相關的 政治層面的溝通 那這一個管道現在 還暢同嗎 這個管道我不清楚 這管道跟你沒有關係 對 跟我 因為你曉得 我是本道人道主義 去幫忙救援這個 這跟我這個 大陸台商 我這邊也要幫大陸台商講一下 大陸台商 都會去列席政協的會議 那不叫做政協 議員 我要糾正你 那個不叫做議員 就不要 你正式的身分 你就不要自稱中共政協 我沒稱 我什麼時候稱的 你去網路上講你的資料身分 對 都是很多人為了抹紅 增加自己的網路聲量 我覺得這些要議員 等這些人救回來 我可以單獨跟你論戰 我們不要在這邊 那麼多的口水 你不要在這邊跟我大講 不要那麼多的口水 你在那邊哭哆哆哆的 引人道知名 你在譴責我們政府 講這些 你現在你有本事 你來救啊 你那邊有關事 你是中共政協 你才有本事 你沒關事 你是中共政協 你才應該去 只有口水 我們大家冷靜一點 你才是口水 口水 你才是口水 好 兩位 去愛中國嘛 不是嗎 兩位 我們冷靜一點 我們現在在思考的是 怎麼救人 我在救台灣同胞 你不要台灣同胞回來 不是只有你救 大家看好第一批的人 王世堅立援 就不要讓大家回來 不要讓大家回來 好 不要讓大家回來 不要讓大家回來 你可不可以 不要讓大家回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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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